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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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是米西林 余米的美食特派 對為什麼會這麼爬呢 因為我剛唸錯了兩次 對沒默契 第一次跟他拍啊 大家好我是三丹 大家好我是秀秀 今天我們來到阿新賢州 我們五點就來報到啦 準備當第一組客 是已經當第一組客 對是已經當第一組客 然後他們家呢 我有稍微問問一下 他們家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食物桌啦 而且他們有把他們的那個魚皮啊 魚皮用的小小塊 可是他沒有刺 他是沒有刺 然後我們今天還有點那個 魚肚麵線 肉臟飯 然後滷蛋 然後這個是綜合湯 然後還有那個 兩半一步 那我們就來吃看看 那好不好吃 好還是 你要先從哪個開始 我先從就是飯開始 好 那我們一起從吃飯開始 台南就回來吃 一定要吃這種 肥肉的 我跟你講在台南裡 是要瘦肉的 斜角 對 就是這個味道 就是要肥肉 所以吃了台南肉燥味 因為肉燥飯 是甜的那一種 如果你吃不飯 台南甜的話 有些肉燥飯 你只要點 那另外一個選項 就是肥豐 不要講 我建議你點那個 因為有些 你們北部人來台南吃 甜的都不能接受 可是你難不得我 吃你啦 我覺得蠻好吃的 你也蠻好吃的 今天濃入台南人好不好 對啊 下一個 進入湯 好 進入鹹州 它料很多味 要吃 我剛剛喝得出來 是綜合湯嗎 然後它的湯 真的超文鮮 然後它料很多 還有那個蚵仔 植物魚皮 植物魚肉 你為什麼把它 六一一分解 所以它的口感怎麼樣 就是 粉鮮甜 我也是平軒二代吧 不好意思喔 我跟你講 而且走 我知道為什麼不管是 在地人還是外地人 來吃 它的這一碗 它本身的粥的湯 超級鮮甜 超級鮮甜 比較鮮甜 超級鮮甜 而且它味道不是那種 就是 你知道很多鹹湯 就是水 就是水 對 就是水 然後再加上那個 麥啊 然後它的料 可是它是很煩 對 可是這一個呢 它本身是帶有一點 稠稠的那種感覺 也就是有那種 粥的味道有煮出來 是好吃的 我覺得以75塊來講 料多 飯多 當讚 回忆 我現在我們兩個都要進入到那個 私木魚肚它了 我的是麵線 它是涼飯 有阿嬤的味道 阿嬤的味道 而且同樣湯就是很鮮的 不是很讚 然後我要吃一下它的那個 就是畫龍點睛的部分 因為本身它是鮮甜的 然後就加上它這本身的肉 還有它的麵線 就是加分加分 你剛剛導演翻我白眼 他這樣子 我很好奇它涼飯的味道 到底長什麼樣 你吃起來講得怎麼樣 它本身的涼飯味道 它本身有加肉燥 所以它本身有額外的醬汁 然後再加上肉燥 所以它那個乳汁是屬於鹹的 還是比較俗 反而是鹹的 就那個剛剛吃的味道 鹹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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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本來就是鹹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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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它綜合所有的東西都是 它的肉造為一個本體 然後想去做一個改變 可是我跟你說我覺得是好吃的 就認真覺得好吃 烏蛋烏蛋烏的粉烏味 而且它是烏到連蛋的時候吃了 吃了蛋蛋的甜味 蛋蛋的甜味 蛋蛋的甜味 我怎麼變蛋 吃了到甜蛋的甜味 蛋蛋甜味 對 所以呢你看喔 其實這樣吃一吃 應該一個人大概一兩百差不多 可是會很飽 可是呢我覺得如果大家就是 就是有想要吃鹹粥類的 想要體驗台南人的滋味 早上五點 你可能剛喝完你怎麼不知道幹嘛 欸這一間 就推薦大家可以來吃南韓的 那你也一定會好吃嗎 當然好吃 就是我覺得連台北部人這樣下來 就可以來場吃下來看 可是如果北部人不吃甜的話 它能接受嗎 我自己能接受 我可能已經融入當地了 就是假北部人啊 它是台南人的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一世的 米奇音美食特派人好不好 告辭意喔 對 阿如果喜歡影片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抵抬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們的愛吃 那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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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ледующ 選賽 ultra�鈴鐺 啦 wali 我們